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怕 这如今家里会传话的人都滚了 剩下的都是些装聋作哑的自己人 挺好 我在问你把我儿子藏到哪儿去了 小点声 这天都快亮了 那个小寡妇挤得早 让她听见了个麻烦了 她可是个小天江湖 听到什么跟我喜欢的 她会被你俩的蹦起来 你少跟我说其他的 几次赞赞我要去看我儿子 你都阻拦 你究竟安得什么心 你儿子 是我儿子吧 没有我 你生得出来 你不要再跟我说这种废话 你求我上床的时候可不是这个罪恋吧 你忘了 你怎么说的 我要钱 你要人 我让你怀了孩子 你可以留在童善群的身边 我的儿子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童家的产业 那么好啊 那这个时候 我们俩应该功成身退了 现在孩子才是主角 你干嘛巴着不放呢 功成身退 谁退 你想得到青江 用我的种蛮过童善群 你进童家 我滚 哼 你可太阴险了 就连封起那么赤胆忠心的小寡妇都被你利用了 童家所有人都以为这孩子是童善群的 唯一知情的徐凤琴又没人信他 增身杀人 众口朔金 你到底在说什么 这孩子本来就是善群的 不是吗 童管家 你难道也像徐凤琴一样得了疯病吗 你哪来的儿子 你儿子不是跟你老公一起投井死了吗 你是不是受了太深的刺激了 何其人 你少来这一套 你也说了这孩子长得好像童善群 真好像 你别彪 孩子可在我手上 你留着吧 现在看来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 你只不过是多了个没娘的野孩子 你想都别想再沾到童家的半点光 你看看来吧 还电话 你没有听凌鲤这儿 小婶婶 你找我 没什么 就是找你聊聊 来 坐 小姐 其实在这个家里 你跟我是最亲的了 不是 我跟大奶奶最亲 对对对 我和大奶奶也是最亲的 你我之间 已经生分了 你对我也不再像以前 小婶婶 你找我来 到底有什么事情啊 我想尽快将那孩子 领回来 这与我有何干 你们不都计划终详了吗 就缺个名目 我知道 就是说到我这方来啊 总得想个理直气壮点的理由吧 比方说 托梦啊 附身啊什么的 什么意思啊 你们连死人都要利用啊 小婶 你就送佛送到西 你就帮帮我吧 现在全阵的眼睛都在盯着我 如果我不师出有名 总会有话被人家讲的 我要是帮着你的话 那我 我是不是就可以离开童家 当然可以的啦 童庆说的一点错也没有 童家 真是个处处探条件的地方 彼此的私欲 就是对方的筹码 好 就按照你安排的座吧 好 好 水里 好 水里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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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病病了 小姐 小姐 我好冷啊 怎么会冷呢 这么热的天怎么会冷呢 不怕 我抱着你啊 我不是小姐 我是同席 我爹呢 我爹呢 我要找我爹 小姐 大家快来帮帮忙啊 把他扶到山鱼堂 赶紧给佟大夫看看 好 小心 慢点慢点 来来来来 小心点慢点 慢点慢点 来来来来 哎呦 这中邪了呀 这中邪了呀 哎呦 这中邪了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是啊 你说我也推了学把了卖 一切都正常啊 这不是身体上的病 令习是让乙库贵公子借他行体的说话的 哦 哎 哎 哎 对了老爷 再过不久 可就是启少爷的忌日了 这就对了 忌日到了 他有话有说 他说什么呢 哎 刚才那阵子胡言乱语 我又急 什么都没 哎 周长 你可曾有听懂 嗯 说是想要 王魂想要领个孩子回来 他说可怜他媳妇膝下游须寂寞冷静 又愧对高堂早要无后 哎哟 你说这孩子 既然走了 啊 你何苦还 惦记不下呢 消息啊 哎 你说 既如此 这事该如何办才是好啊 他不会 只是说说吧 不不不 千万不可等闲事举 死者为大 不了了他的心愿 他入土南安 怎样高兴的投胎转世啊 哦 所以就依了他所愿 替他媳妇领个孩子回来吧 哦 哦 是真呀 你刚才演得真好 是你演得好吧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 会不会有一天 你自己都分不清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接着呢 接着便就近送到善于堂上 看起来 我没跟着去 人太多了 去了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怎么好好的会在街上晕倒呢 他是不是病了 我看不像 不如这样吧 我到童家走一趟 有些事情 只有见到方景才能知道 走到一半 他硬说要回来 非说是想家 我拦也拦不住他 哎呀 这孩子实在是太任性 你说您一番盛情要他同游 他反而不知好歹 真是上不了台面了 哎 别责怪他 总之 能够平安回来就好 万一要有个差错 我怎么向童家交代 向公公 你这孩子 太任性 害得公公 一番美意邀你同游 反而扫了他的兴 这不 走了一半回来了 今天特意回家来看你 否则他还不放心呢 放心放心 见到安然无恙 哎呀我这个心算是踏实了 来过来我看看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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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气色不错 嗯 天哥哥 他回来了吗 少奶奶 您要去哪儿 哦 怎么能让少奶奶干这种粗活呢 大小姐吩咐过了 家里还特别请了洗衣服的丫头 同手成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想让我配合你们做戏的时候 就巴不得我往街上走一走 现在我想出去透透气 却连门都不能出了 少奶奶 大小姐确实吩咐我 大小姐能配合你们做戏吗 你们能把孩子领在大小姐的名下吗 你们一面怕着她 一面还有另一面 少奶奶 让她出去 少奶奶想出去透透气 还得经过谁的批准吗 少奶奶 您慢走 童青的确吩咐过 她已经不是昔日那个忍气吞声的小媳妇了 你看不出来吗 她说的没错 我们现在就是要靠她 把她逼急了 对我们有何好处 正是因为她重要 所以才不能放她走啊 如果她要走呢 她就根本不会跟我回来 既然回来了 她配合做戏 就一定会把这出戏做完的 你是小人之心了 除了她的酒 她被判断了 但她是在排床上 她是不准复兴的 她是没有什么样子 她是不准备了 不准备了 不准备了 哪天呢 每天大半夜里 方向都摸不轻 是这方向吗 这会儿那小鬼 也不哭两声买一度了 找得我累死了 高丽天 他怎么会在这儿 小姐 廷哥哥 你为什么不告二别 你为什么不告二别 不是你让我走的吗 是你不曾留下一个字就消失了 不是姚向云 没有你宋船船的死因 你怕牵连到我 所以 云医师来过 但我自始至终 都不知道宋船船已经死了 更不曾提过你的名字 怎么会让你快走呢 你不是让二奶奶 把这个发三给我 并且约好 等事情过去之后 在客栈会合的吗 小婶婶 对啊 她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我一直等不到你 等我回到你们住的那间屋子 已经人去楼空了 老爷 这也是照方子配吗 是 好嘞 童山群 你怎么来了 你们吗 你跟我走 小婶 你 童山群 你知道我没有风 对不对 你跟我来 我不会跟你闹的 我带你去看一场精彩的好戏 你怕什么 我都不怕你加害于我 所以说 一切都是二奶奶布的局 对 她太知道我们俩想在一起了 所以 就要先把你支开 让我在童家人面前爆了光 再让我到客栈 铺个空 我无处可去 只好任她摆布了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 我信了她的话 我以为这是你的意思 我也信了她 我当时 只想着让你平安的走 不要让芸衣给抓回去 其实芸衣根本就没有抓我的意思 我们都被何妻真给骗了 她为了她儿子能够顺利进入童家 就要耍出这么多花样 真是太卑鄙了 这个家里有太多卑鄙卧车的事 你自己看 小姐和狗里天 知道了吧 会咬人的狗不叫 咱们那儿媳妇偷人呢 小姐 我们现在就走 管她什么孩子不孩子 她们自己造的孽 让她们自己收拾去 不行 我答应过小婶婶的 小姐 你还尊称她 我瞧不起她 可孩子是无辜的 我不能让孩子离了娘啊 小姐 在座钟情呢 童家的两个寡妇都偷人 只要给旁人看见 我看你怎么自言其数 等把孩子领进门吧 到时候 我也没什么用处了 要走的话 她们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走后 大不了她们大肆骂我一番 那有什么关系呢 毁欲随人 我已经看开了 小姐 我们为什么要爱她这么苦啊 天哥哥 要有信心 我们两年都熬过去了 不是吗 你现在知道 谁向着童家了吧 我可以招呼 大家都过来看的 只要一看 大家就知道 我没有疯 可我没有这样做 我还记着家丑 不可外扬的道理 她们要走了 你赶紧去追啊 去逮她们个正着 你得当场逮到了 要不然回去 她们就不认账了 快啊 你干嘛呢 你要干什么 老爷 我是一心一意 为着童家的 你要干嘛 帮你 带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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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鸣 不要 来人哪 不要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帮我看看 没有啦 很干净的 还有 还有 我闻到血腥管了 没有啦 没人会知道 只是死了一个疯子 没有人会知道 他死了的 我怎么会杀人 我怎么会 会杀人 我这双手 是救人 我怎么 不是你要杀他 是他自己寻死的 他知道那么多事 又管不好自己那张嘴 还威胁别人 那不就是自觉坟墓吗 你别再抖了 别抖 去喝完安神汤 睡个觉 醒了之后 就什么事都没了 见到方景 就到没事 你确定 你确定 他真的已经死了 你去哪儿 我让守成 去看看 同守成 你也敢找 你还信他知道的不够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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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徐凤琪 你也有今天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 你是如何羞辱我的 你说我命运 冯喜庆室 你都让我逼得远远的 现在看看是谁的命运 是谁不明不白的死在荒野里 连个送中的人都没有 就算你不动死 你也会被狼叼走的 何启臣 你不过就长着什么个儿子 你还没睡啊 还给我 我来拿我的东西 那只发子 还给我 你们今天见过面了 你跟踪我 你也不怕我知道啊 不然 你也不会堂而皇之的 来咬东西了 你们一定是今天见过面 并且便对面交谈 所以自然也就一五一十的说清楚了 我有什么可怕的 怕的人 应该是你才对 是你设计 让我和天哥哥见不了面 是你两头说谎 让我毋庸置疑的跟着你回了亲河 你怎么能够如此理直气壮的 欺瞒所有的人 你怎么能够若无其事的每天面对着我 并不难 只要你做了母亲 就会像一只母牛 护着独子一样 任何事情都是本能 我干嘛要理亏 我干嘛要心虚 为了我的孩子 我哪里做错了 他本来就该回到佟家 得靠你才能回到佟家 你就得跟我回来 在我看来这一切 都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 你把我害惨了 你怎么还能够这样大人不惨 你已经轻壮呢 你惨 你又多惨啊 你的爱情 只不过被耽误了两年 而我呢 我已经这样偷偷摸摸 暗无天日地 过了十年好苦的日子 你的爱情里面没有第三者 我的同扇群 是没停过 洪素荣 徐凤琴 还有那个财富阿妹 而且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呢 到底谁惨啊 我这一辈子只能有这一个孩子 我这孩子 一辈子也不会开口教我一身娘啊 到底谁惨 你告诉我呀 这都是你自己赐酒的 对 对啊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惨呢 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出路 你也是一样啊 你希望可以跟你的高丽天离开清河 但是我呢 我爱的两个男人都在清河 我一辈子都必须要留在这儿 困在这儿 永远都不可以离开 你跟我相比 谁才惨啊 小婶婶 以前在佟家 我最同情的人就是你 因为我觉得你最孤独最寂寞 后来就算我发现了你跟我公公的私情 我还是站在你这一边 因为我觉得你是迫不得已的 可是 慢慢的 我发现 我发现 你发现童家最可恶的人就是我 你是童家最厉害的人 你安静 你不动声色 该要的 不该要的 你统统都要了 除了名分 你什么都有了 可是 你要名分做什么呢 童善群 她身边有那么多的女人 可是 死的死 走的走 逃的逃 你没有名分 可是 你就毅力在童家永远不倒 小婶婶 你好可怕你变了 你被童家屠毒了 你陷在这个泥潭里 你不能自拔 现在 你是童家的主人 你是童家的精髓 上山若水 至柔者得天下 只有柔者得天下 自由的天空 男人是为女人所用的 只要我们给点甜头 他们就会死心塌地的 出去卖命了 你留在秦河 多了个儿子 而且高丽天 也可以在你身边 你想得住高丽天 高丽天又想得住 善公公 如此一来 你的贞洁牌坊 就唾手可得 想想往后你的局面 荣华富贵 你还少得了吗 给你 荣华富贵 牌坊 童家儿子 我统统都给你 我只要我自己 真实的人生和爱情 你爱垂帘听着 我不爱 你快点去把你儿子接回来 我可以最后 再为你做一次傀儡 在这之后 我第一时间 就会离开童家 离开秦河 离开你 你太可怕了 不 你太可怜了 他就会暂时 你会干嘛 我可以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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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啊 王老爷让我来的 王老爷让我把孩子抱回去 什么孩子 没有孩子 你就别防了 他是我亲兄弟 如果不是他让我来 这么偏僻的地方 我怎么能知道呢 你不能进去 你不能进来的 王老爷说过的 王老爷说过的 谁也不准抱是不是 那么包括我 我是他亲妹妹啊 亲妹妹也不可以 他特别交代了 除了他谁都不可以的 好 你别怪我没有警告 你看看 你看到我头上的疤了吗 你知道这孩子的来头吗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 把他藏在这儿吗 这孩子的母亲 是一个高官的仪太子 他跟我兄弟同情 死伤了这个孩子 现在东床十八了 他把这孩子找回去 我的父母 已经被他们打成重伤了 他们还要把我活埋了 我好不容易逃出来 如果你死守着这个孩子不放 到时候他们查起来 也是肩负淫妇的共犯 听我的没错 来 把孩子给我 来 给我 我要被车出去 为何不可 守成已经说了 你现在去看孩子 十分不妥 是不妥吗 你到底怎么了 现在你是主子 还是他是主子 我要辆车 你都要问个管家 行不行 再过两天 孩子就正式领进门了 你何苦连这两天 都挨不住呢 这么出去 又惹人闲话了 有什么闲话吗 车夫去 会不会知道 我现在让方景陪着 同守成带着路啊 就说方景先想去看看 是什么人家的孩子 那么日后再领回来的时候 心里也有个谱 这说法不算是名正言顺吗 车夫有什么闲话好传 你现在也太怕同守成了吧 你简直让他宣兵夺主 骑到你头上来了 我不是忌讳同守成 我是哥的方景 这两天 我越想越气 明明是我童家的媳妇 却背着我偷人 人家是清白的 心里有人也不行 守寡嘛 就得规规矩矩的守着 脑中岂能有奇念 要是你们童家的寡妇 个个都这么规规矩矩的守着 那今日 你童家就不会有头吗 你 我这心里正难受的 你还拿话噎我 如果你真的不舒服 也要搁在心里 千万别放在脸上 要是让他感觉到了 他一个不高兴 万一坏了大事 你的儿子还进不进门了 要不 你就索性豁出去 索性就对外宣布 领在我名下 试不得试不得 这太明目长胆了 要真是这样 那外面还不飞短流长的 胡说八道了 就忍了吧 好在 他手上的手工纱 证明他是清白的 爹 方姐啊 你 不是要去领孩子吗 总得 先去看看 所以 是他要去看孩子 让我陪着做个样子吧 行 我懂了 走吧 好 好 太憨 太哀 以往 也是以往 应该不会的 你们为什么要回清河 我说过小景在哪儿 我就在哪儿 但是我也跟你们说过 你们不要再回清河了 童家已经听不起任何的丑事了 童琪 两个人相守相爱在你眼里是丑事吗 我是希望是一桩美事 可是这世道容不下你们呢 你们双双留在清河 我这心里就会觉得不踏实 如果 如果再出什么事的话 我总不能冒着第二次淫妇之名来救你们吧 我知道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情 可我只是一个跑马赶过的 除了这些我没有别的本事 像我这样一个粗人 能得到你的青睐 是我的荣幸 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她 再也容不下别人了 你常是忘了她 不就有空间了吗 如果我真的这么轻易就做到了 你还会喜欢我吗 像这样一个喜新厌旧的男人 别说你了 连我自己都感到讨厌 童琪 其实 你有没有想过 你并没有那么喜欢我 你就像个孩子 得不到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 那你就试试啊 让我得到 看我还会不会继续爱你啊 我自己的感觉 我自己清楚 你不必替我体会 我是一个爽快的人 姚向云那儿 我已经招了 我告诉她 是我杀了宋少川 也确实是我杀的 姚向云 我佩服她 她不但不追究 还考虑与同家合作 什么 没错 和同家合作 这也是宋少川的遗愿 虽然她这个人手段卑劣 心术不正 但这确实是她想要的 为了这个 姚向云答应考虑 不可能吧 大叔他不会答应 李天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季海青 而在于你 季海青已经老了 季家马队行从解散 宋少川也死了 他还能指望谁呢 在情义上 你我都愧对姚向云 如果在这个时候 姚向云提出来 重组马队 再阵雄风 你能拒绝吗 季海青对你有恩 而你愧对姚向云 你该拒绝吗 我知道 你现在心里放不下的 只有方锦和你 我不勉强你 你自己考虑清楚 如果你心里觉得 你能问心无愧 带着方锦离开的话 你就走吧 到了到了 停 慢点 你就把孩子放在这种地方 能往大街上摆吗 要隐蔽就得在这儿 赶快叫门吧 等会儿你见了孩子 你就做做样子 比如平头论子一番 奶娘 嗯 做做样子 奶娘 好 奶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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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别害情高了 奶娘 人活着 总有一天要开口求人的 怎么样啊 开门呢 奶娘 怎么了 到底是不是这里啊 你不是三两天就来看一次的吗 你怎么办似的 奶娘 开门呢 奶娘 挺后点 孩子呢 孩子呢 我这不正找着呢吗 孩子呢 奶娘呢 奶娘应该在这儿啊 一直都在这儿啊 童首诚 你干什么你 你疯了 童首诚 你干嘛 你把孩子藏起来了 是你把孩子藏起来了 你知道自己 童家已经失事了 就被赶走了 所以你就心有不甘 你就把我的孩子给藏起来了 我看你是脑子坏掉了 童首诚 难怪你几次三番阻挠我来看孩子 原来你早有计划 你打定主意要报复我 你这个傻千道德 我给你拼了 小学生 你还我 小学生 你还我 孩子 你还我 小学生 我今天跟你同会 你立刻也要打到孩子 走开 我藏他干嘛 他也是我儿子 我的目的就是让他进童家 我干嘛要这个来报复你 我撕了你的嘴 满嘴胡言 你们到底要不要找孩子 童首诚 你知道孩子到底在哪儿吗 我要是把他藏起来 我带你们到这儿来干嘛 我岂不是带着孩子走了更方便 我甘愿被他利用 我甘愿被他利用 替童家生个孩子 就是要让他成为童善群的孩子 在童家长大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你在哪儿啊 会不会 风银娘知道了 她就把孩子抱走了 不会的 她一起 不要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来 小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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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去把老爷叫来 那谁啊 在干嘛 你快去吧 小小小小 小小小